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这样的治病结果自然是可悲的 那时真正的医生并不被人们重视 而且还要受到祭祀的仇视 虽然那时医学被禁锢在迷信和巫术之中 但是古希腊还是有人探索医疗指导 当时就出了一个有名的医生叫西波克拉底 他不相信有能治病的神 为了解除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他就努力研究人生病的原因 关于西波克拉底的生平 留下的史料很少 与他同时代的柏拉图曾两次提到他 称他为科斯道的神医 亚里士多德称他为伟大的医生 直到他逝世五百多年后 才有人给他写传记 西波克拉底于公元前四六零年 出生于小亚西亚的科斯岛 他家是个医学世家 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医 长大成人后又独自四处行医 他到过希腊各城邦 小亚西亚和北非等地 也曾在科斯岛的医学学校教过医学 他是古希腊医学的杰出代表 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一生行医和研究医学 直到九十岁才去世 西波克拉底是第一个能用自己的看法去考察病人的医生 由于他的大胆创新 使医学与哲学分离开来 从他以后 医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波克拉底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医学著作 西波克拉底文集共有七十卷 流传至今的有六十卷 它涉及解剖学 病理学 各科临床诊断 外科手术 饮食与药物治疗 育后 医物道德等许多方面 西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 对欧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医学产生前 它一直被当作医学教学的基本材料 而广泛流传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观察 西波克拉底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 以此来解释人的机体特征和急定的成因 他认为 复杂的人类机体是由血液 粘液 黄胆和黑胆 四种体液组成的 它们都是腺的分泌物 他又认为 这四种体液 在人体内的混合比例是不同的 因此 他把人分为四种气质类型 多血质 粘液质 胆汁质 抑郁质 他认为 正是由于这四种体液的不平衡 才引起疾病 西波克拉底 记录了许多疾病的症状 研究了发病的原因 其中 对尿路结石的研究最为有名 他认为 尿路形成结石 是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 结石 就是由尿中最浑浊的部分 凝结而形成的 凝结物的变大变硬 堵塞了尿道 使得小便不畅 并且引起剧烈疼痛 因此 他认为 人们应该喝干净的水 大约在公元前 四三一年左右 雅典发生了瘟疫 患病的人发高烧 呕吐不止 口内出血 身上长疮 不久便溃烂 人们求神问卜 都无济于事 瘟疫很快在全城蔓延 到处都有尸体 尸体躺在地上 无人埋葬 雅典政府首脑 伯里克利 也不幸染病去世 此时 西伯克拉底 正在外地 对瘟疫 人们唯恐躲避不及 许多雅典人 纷纷逃出城外 但西伯克拉底 听到这个消息后 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赶回雅典 他一边进行治病抢救 一边进行疫情调查 他发现 全城中只有铁匠 没有传染瘟疫 他因而联想到 铁匠天天要与火打交道 或许高温和火 可以防疫 于是 他号召人们在全城燃起火堆 来扑灭瘟疫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 西伯克拉底重视亲身调查研究 一次 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德默克利特 由于专心致志的研究 布里加业 他的族人为了霸占他的财产 以疯癫和败家的罪名 对他提出控告 西伯克拉底得知消息后 立即赶到德默克利特的家 为他治病和进行调查 会面之后 德默克利特侃侃而谈 谈到了哲学 政治和国内外情况 也谈到了医学 他用原子论来解释疾病 认为瘟疫是通过原子传染的 西伯克拉底立刻明白了 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疯子 而是一个智慧出众的思想家 在法庭上 西伯克拉底作证 他不是疯子 如果有什么毛病 那是你们 而不是德默克利特 最后 法庭宣告 德默克利特无罪 以后 这两位巨人经常见面通信 西伯克拉底对人体很有研究 他说 人体之所以温暖 是内部发生了一种热力所致 如果这种热力消失 人就死了 他还认为 这种热力是心脏发生的 在那时 能估计的这样准确 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西伯克拉底也是第一个研究 关于病人饮食问题的医生 当时的医生总使病人挨饿 但是他却不是这样 如果病人不能正常吃饭时 他甚至拿甜麦粥和蜂蜜水给病人吃 对于发热病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病人的身体因发热而虚弱了 就应该减少活动量 更不能让病人吃得太多太饱 而当时的医生 医治发热病 总是使病人多运动和多量的饮食 西伯克拉底没有解剖过人体 没有用过显微镜 也不懂得化学 对于微生物的作用 也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 西伯克拉底却提出 疾病是自然界中某种物质的传染 这一观点 使人们对疾病不再恐惧 使医学逐渐脱离宗教迷信 而把医学当作一门独立科学 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 西伯克拉底还提出很多赋予哲理的忠告 如人生短促 记忆长青 顽疾取猛药 相信自然的康复力 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 暴食伤身 简单而可口的饮食 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 这些格言 一直快制人口 在今天仍闪耀出智慧的光芒